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一个作家如何在中国保护自己 前段时间我接触了一个中国的年轻的作家 当然也是不认识过去 所以说在微信上加了以后和他有些联系 他非常希望离开中国 也非常希望赶快脱离这种卸置野龙自由的打压 他感到生活的非常不舒服 国保人员老早他谈话 把他从北京赶了出去赶到了河北 他是生活在非常痛苦之中 那我自己就反思 作为一个作家像他这样的写作的人 在中国有很多很多 那在中国这样大陆 一个作家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我自己大致想了12条思路 这也是经过深入的思考以后 所以才讲这个观点的 首先在专制独餐情况下呢 第一条我讲的是低调野龙 防止被反动势力监控 这是当前保护自己的第一条 因为在中国呢 所有的野龙 微信包括通讯也好 手机通讯也好 都已经被监控了 被国家这个巨大的王所监控了 中国走向何方 据李伟东先生说 是会走向一个红色的纳粹帝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作为一个作家来说 你就应该是低调野龙 防止被这种反动势力盯上 我们姑且把这种高压的 独裁的成为反动势力 第二条呢 我们认为应该作为作家 积累一定的财力 离开中国 最好到尼泊尔啊 或者泰国这样容易到的国家 当然来到欧美就更好了 首先他的财力呢 不一定能到达了欧美 因为当时签证来说 他说是要看财力 才可以办个签证 所以说呢 积累自己的财力 积累自己的学识 离开中国 是他最好的一个选择 用脚来投票 第三条呢 我们认为 应该努力学习外语 把英语水平提高了 将来你到了欧美国家呢 也好闯荡 首先学习是每天应该做的事情 在自己写作的同时呢 能力要学好一门外语 第四条呢 首先我们要做到 自己不被恶势力所同化 不被他们洗脑 特别是不要受到他的打击 现在的恶势力呢 疯疯打击这些作家 和这些文学创作的人 甚至教授专家 都被他们打击 那这时候呢 要首先不与他们为伍 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同时要做到防止被他们打击 这点上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条呢 我们主张呢 是发展自己的职业之长 一个人单靠写作 在现时代 如果不能出名的话 不能出大名的话 是不能维持生活的 所以说 要自己形成一个职业的长处 要有自己 很好的生存的本领 这一点上也是非常重要 第六点呢 是继续写作 努力写作 每天写作 观察社会 观察周围的环境 写下来 这种情况下呢 冬参情况下 往往创造出好多作家 写作的时间 这时候呢 可以写出 非常好的精美的作品来 这时候要持续的写作 重当自己的计算机硬盘里边 不发表也可以 这样的话 这时候也是个写作的好机会 第七点呢 我们还知道 要善于保护好家人 这时候呢 特别是 要善于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和自由 这个作家呢 已经受中国政府几次威胁了 说让他消失 要把他抓起来 这样的 其实当时呢 我认为给他通知的这些警察们呢 还不是坏到哪里去 最坏是坏到上面 上面给下面这些警察呢 下了命令 要收拾这些人 所以说 这时候呢 作为作家要善于保护自己 特别是保护自己的家人 共产党是搞脸座的 是搞脸类的 所以说呢 这时候保存自己 才能真正未来壮大 第八条呢 我们认为说 自给自足 虽然他比赶出河北的 这个小地方 所以说自给自足 是从财务上呢 养活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呢 有多少条方法 当然可以写广告玩啊 写一些什么的 发挥自己的特长 使自己呢 生活上养活好自己 第九条呢 我们认为 还是要列本领 一个人本领强了以后呢 自然就可以做大事 学战略 列本领 像张良 韩信这些人学习 秦四皇 高压 这些啊 这些人不是也在生活着吗 史记里边 有多次写过 天下苦情久矣 那在中国来说 当前好多人说的一句话说 天下苦共久矣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张良尚且能迎人以行 能隐藏起来 能学习 包括国民党统治时期 贺龙 林彪这些人 不也是列本领 列本事 等待机会 东三崛起的吗 机会需要等 机会需要交朋友 机会需要自己不断的观察 但最主要是 把自己本领列的好好的 这样的话 未来你就可以做大事 第十条我主张呢 是广泛交往 国内国外 有理想的朋友 理想很重要 坚持自己的理想 同时 和有理想的 有财力的朋友 结盟 这点上呢 我觉得是可以 让别人来帮助自己 在财力上呢 得到恐怖 第十一条呢 一定要有好的奉斗目标 要有坚定的志向 但是在外部呢 看上去 让这个独裁者也好 独裁者的早牙 看上去 看上去我们也好 认为这是一个 普通的工人和农民 中国有 意经上讲的 且农勿用 一定要装作 装熊装作自己 不行 这时候是为了 更大的崛起 更高的崛起 所以说 理想是要坚持的 写作是应该持续写的 同时呢 要不断地列自己 一身硬本事 等待机会到来 那第十二条 就是要创造 飞龙在天 干大事业的这种可能性 这就是不断地团结别人 来观察机会 观察形式 分析国际 国内的形式 把形式分析好了 那这样的话 自己就可以立足于机会 飞龙在天 那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我谈了十二条 一个作家 在中国的生存和保护自己 首先 我们还是主张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低调言论 防止被反动势力 所盯上 特别是防止被他们监控 他们一监控了 就包括你所有的通讯手段 都给你录音了 都给你上手段了 共产党就上手段了 同时呢 要明哲保生 要积累财力 如果觉得国内特别生活的委屈 那就离开中国 到其他地方去生活 这是一种好的选择 当然 国外生活也是需要有能力 有本事的 特别是要过好与业观 无论你到什么国家 其实这个国际化的英语 是自关重要的 我们这些人也是到了海外以后 几年才把英语学得相对流利了 但现在我们还仍然没法列到像本土人这样的水平 所以说与业观非常重要 一个人不断地观察社会 观察周围的环境 要持续地写作 其实像我们来说讲一讲东西 也是一种写作 当然我们立足于海外 恶势力呢 还打击不到这里来 所以说在海外还是安定的 当然如果共产主义红遍雪球的那一天 如果能占领世界所有的国家 让所有的人民 逼着人民兴奉共产主义的时候 那我们也许也得学会 明哲保生和保充自己了 这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但愿不会发生 所以说一个人呢 要广交天下英雄豪杰 广泛地去观察社会 和大家共同坚定理想 围绕理想而奉斗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特别是当你非常强大的时候 仍然要在恶势力面前呢 要示弱 因为这个时候形势还没到 就像周文王派江子牙 第三次去昭歌 就是商周的首都考察的时候呢 江子牙回来说 现在昭歌已经有人反动了 反对了 但是还没有到了天斗仁月的时候 第四次 昭歌已经是到了天斗仁月的时候呢 周文王才起兵 所以说一战而胜 在牧野之战中呢 击败了商周的军队 把商周逼得自杀了 历史总在重复 历史总在往返之中 所以说作为一个聪明的人呢 保存自己 是为了更好的战胜敌人 特别是积累力量 积累本事 是为了创造将来飞龙带再贴的这种机会 我们相信贴僧人才必有用 社会呢 将会给你提供广阔的舞台 前提条件是 有些时候要学会人 智生徐庸人 将勇贵能谋 这是东北的一个土匪 张作霖 当然这个人后来当了中华民国的执政了 相当于总统 这个人写了一个书房作品 我把它留在自己的 这个北京的书房的这个 这个案边 我深深记得这句话 他是非常有他的道理的 需要学会忍 忍的时机到了 那么你就可以做到飞龙在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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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